只要有小孩就是走亲子也是高层寨道 那如果只要三个人也走高层寨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到中正纪念堂 视察车来速防疫及门诊建制进度 根据台北荣总规划 现场提供看诊 筛检跟给药服务 分为亲子 高低 存在 四线道处理 现场也有儿科医师待命为快筛养儿童看诊 预计5月17号正式营运 那我们初期开始的话 我们先从每天分三班 早上这四小时八点到十二点 中午班是十二点到四点 那第三班是四点到晚上八点 从三班至每一班的话 会先从大概四百人开始 这四班当中主要还是预约的 预约的 然后呢 另外也会保留少部分的现场号 柯文哲强调过去四天双北确诊数 都落在三万多 但在儿子大于1的情况之下 不应该出现这种状况 显示PCR量能已经被确诊数 限制住 另外行政院有意松绑三加四政策 开放快筛应不用居隔 柯文哲也持正面态度 你确认者应该在家里七天 你要出来啪啪走 被逮到就看你 看在罚三千到六万 看怎么罚嘛 这也是国家的这种公权力 可以喝足嘛 所以我认为百分之八十人会听话 再用公权力喝足 那个不太听话的人 这样 只要可以做到90%的民众 依照去年五月民众自主封城的经验 柯文哲认为国民素质 还是战胜病毒的关键 现阶段就是让轻症患者 能够稳定控制 不要压垮医疗量能 才是党武之急 记者邱世民台北采访报导